如果人在要結束了 天氣也漸漸 很涼冷 這也在思考全球新冠北斗的疫情 又開始在訪 在美國國地最近的核心率 又增加三四倍 英國秋天的疫苗 價位也提前 九月十一就要開始煮了 根據紐約衛生部門的資料 自七個一禮拜差不多兩百個十地 八個是增加到七百個十地 醫生說 跟幾季 當部都是中當情 環節不一樣 現在比較準備 當部環節只是輕症 甚至是無症狀 所掩飾用心歡迎 劉昌比亞專家說 已經在幾十八個國家 自然比例上新病疫苗 未來點二點八個 可能自人體 未來就讀團 增加團部的可能性 人類行為發生變化 也好相關比度 更容易團佈 未來的五方已經在抓起來 美國CDC暗信將會在九月十八歲 會成為一種新的加強者 英國本來是定 十八歲要開始秋天的疫苗主席 有機會 現在將會提醒 英國人自九月十月 先開始主 來營運新病疫苗主 比喻點二點八六 高峰欠全國人 和第一三以後另外的生主 政府也建議面致 真可能 董事主 新冠 和劉甘業表 另外 英國有一項占對一千八百萬 新冠患者的研究 發現大腦和悲哺感 可能是等新冠的原因 真一部陰氣 都沒有亞生町症狀 有幾個人 甚至感染新冠已經過三年了 等新冠的症狀都沒有改善 公司新聞 庭尉林彭宏